第二意者如等必欲发菩提心与菩萨成生大勇猛,决定弃绝绝终有维相 第一个决定意已经说给你们各位听了 第二个决定意是什么呢?如等必欲 你们在座的升温元教这些有效的人必欲 你们必定想要什么呢?发菩提心,发这个灰小向大 你发菩提心,发这种小物的心,与菩萨成 你发菩提心就要行菩萨道,要行菩萨道 你就要在这个菩萨成上,行这个菩萨成就是大成 发大成菩萨心,要怎么样呢?生大勇猛 不要忽进忽退,不要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三步 必须要生大勇猛 必须要生大勇猛 生出最大的,再没有那么大的,勇,勇就是勇敢 有勇气,你这个人有勇气没有勇气 有勇气,有勇气向前去啊,争取最后的胜利 蒙,蒙啊,什么叫蒙呢? 好像那老虎啊,中国人都叫他蒙虎 蒙虎因为什么呢?他最,问钱这么一谱 这个力量啊,最打不过的,你呀什么力量也挡不住他 这是蒙,非常勇猛的 古来那个大将啊,战无不败,百战百胜 好像楚霸王,就是个蒙 又叫勇将,又叫蒙将,最勇猛了 他也不怕死,也不怕种种困难 那就叫勇猛,最勇猛了,不怕敌人 敌人怎么样强盛,才不怕的 这就叫勇猛 决定去捐,决定,不要犹豫 不要啊,啊,我想要修大乘啊,又舍不了小乘,好像恶难似的 想要发大乘菩萨心,又舍不得这个因缘法 你说佛说这个因缘法呀,是不错嘛 怎么现在佛又不要这个因缘法了,你就叫我们不要修这个因缘法了 他还舍不得,想要修大乘法呢,又舍不得这个小乘的这个道理 这就没能啊,决定,有犹豫一心,有犹豫一心,忽进忽退 这犹豫未决,没能决定 啊,好像,啊,人做一件什么事 我决定了,我决定要做这件事,就要做去 不要啊,一个脚踩着,一个人踩着两只船 啊,这个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说一个人呢,上两只船,又要到江北,又要去江南 啊,这两个脚,一个脚在一个船上 啊,就这个脚就想到江北去,那个脚就想到江南去 这两个船呢,你说是到江北到江南 这一个人呢,上了两个船上,船呢 啊,一个脚踩着一只船 这就是啊,犹豫未决,没有决定 现在呢,讲要决定 决定什么呢,决定弃捐,弃啊,就舍弃的 捐呢,就是不要的 捐弃什么呢,诸有为相 捐弃啊,弃捐这个,诸有为法 就是小乘法 小乘法就是有为行法 什么叫有为呢 有为就是有所作为 啊,就是有形有相的 犯有形象的,都是有为法 啊,这有为法呢 有形象呢,终究会变坏的 所以这有为,是会坏的 无为法,是无形无相的 无形无相的,永远都不会变坏的 前边经上不讲,你看那个虚空什么时候烂过 你看那个虚空什么时候坏过 啊,没有坏过也没有烂过 为什么它不坏不烂呢,就因为它无相 啊,它无相可循 所以这个经上常常举自虚空来作笔 也这个虚空啊,就代表这个 如来藏性 如来藏性就是虚空 虚空也就是如来藏性 应当神想,烦恼根本 此无时来发业任生,随作随消 应当啊,神想,应当啊,神长,详详细细的 要知道,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烦恼的根本 什么是烦恼的根本 你应该要知道 啊,阿玛现在这些人也应该要知道 什么是烦恼的根本 烦恼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此无时来 这个烦恼的根本 从无时节到现在 发业任生 发业啊,也就是造业 任生啊,也就是脱生 脱生去 啊,有今生 有脱生到来生 有今生 不能终了 不能完了 还有来生 这叫任生 啊,随作随受 这都是随造业 随受这个报 哪一个造的业 哪一个受的报 恶难 如修菩提 要不神观 烦恼根本 才不能知 虚妄根尘 何处颠倒 处伤不知 云何相复虚辱来位 恶难 如修菩提 你修这个菩提 九道 你修这个大乘菩萨法 若不神观啊 你如果 不神差 而 观照啊 而知道 这烦恼的根本 才不能知 你就不能知道 虚妄根尘 你虚妄啊 这四大呀 这六根六成呢 嗯 这个无韵呢 这种种的虚妄 你不能知道 何处颠倒 你也不知道啊 什么地方就是颠倒 什么地方就不是颠倒 你也不知道 处上不知 你何处的这个颠倒 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吐上不知 你还不知道 云了何降服 你怎么能就把这个颠倒 无名烦恼 能可以降服了呢 根本就不可以降服 取乳来位 你既然不能降服 又怎么能取得 乳来的果位呢 又怎么能得到 乳来这个妙角的结果呢 你是不能够的 你想要得到 乳来的妙角的结果 一定要知道 烦恼 从什么地方来的 恶难 如观世间 结结之人 不见所及 云和之解 释迦牟尼佛 又叫了 一声恶难 丑恶难 如观世间 结结之人 你看呢 你看一看 这个世间上的 结结之人 咱们叫结结之人呢 咱们叫结结之人呢 就好像一个绳子 结成了很多 嘎的 结扣 想要把这个结扣解开 这叫 这个上边这个结 结啊 就是把它解开 下边这个结呢 就是啊 那个嘎的 中国的虚话叫嘎的 就是解成了 把它解成一个扣 这一个绳 解成一个扣 这个结 那么想要结这个扣 这个人 不见所结 不见这个扣 不见这个嘎的 云和之解 你怎么知道 可以解开呢 你连嘎的都没有见到 怎么知道解呢 这也就是啊 前面这个文说是啊 你要知道啊 这个 什么地方生出的颠倒 你知道这个颠倒了 你才能出这个颠倒 啊 如果你这个颠倒 根源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颠倒 啊 这你怎么能出你这个颠倒呢 所以现在这一段文就说啊 就比方啊 用一条绳 结成解 那么想要把这个神寇解开 你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神寇的所在 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神寇的所在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结呢 怎么知道改这个神寇这个方法呢 所以现在 你修到 你要想知 你要先知道 颠倒的 妄想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 你要不知道他的处所 你就不能用功修相 不闻虚空 不闻虚空 备如 灰烈 何以过 空无形象 无解解过 那么现在 就先呢 提出这没有解解的 这个东西 没有解解是什么呢 虚空 不闻虚空啊 我可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任何人说过 说过什么呢 虚空被污毁裂 这个虚空没有听见什么呢 我没有听说这个虚空啊 被任何人把它破坏了 灰烈灰烈就是把它破坏了 坠裂了 把它割成一段一段 把这个虚空啊 割得一部分一部分 把它灰烈 毁灭了它 你没有听见这个所谓 何以故呢 为什么我们也听见过呢 为什么任何人不会听见过呢 何以故 空无形象 这空啊 它根本就是个空 空是无形的 没有形象 无解解过 也没有一个神靠 所以也不需要解 那么你那个辱来藏性 也和虚空是一样的